臺美的支持 各位來訪的議議總黨 不僅充分展現美國對臺灣民主的支持 更凸顯臺美緊密堅持的夥伴關係 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各位貴賓再次見面 前天臺灣剛完成政府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美方除了在大選後立即發表祝賀聲明 也派一塊的表團訪問臺灣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表達誠摯的歡迎 各位來訪的議議總黨 不僅充分展現美國對臺灣民主的支持 更凸顯臺美緊密堅持的夥伴關係 正如我一再強調現在的臺灣是世界的臺灣 這8 年來臺灣持續加深跟各國的合作 尤其去年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首批協定完成簽署 這是臺灣和美國自1979 年以來 結構最完整的貿易協定 為雙方經貿關係創下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也期待臺美之間能夠早日解決雙重客戶問題 來協助臺商多元化的海外布局 也有助於美國強化經濟任性 為雙方人民創造更多貿易機 我相信隨著夥伴關係的提升 臺灣和美國能夠在環境永續 科技發展以及教育文化等領域擴大合作 未來就如同臺美這幾年來攜手對抗疫情 我們也將共同合作 因應各項全球性的挑戰 今的一年臺灣將展開新局 不變的是臺灣必須持續進步發展 我要感謝美國以及各位貴賓 對臺灣的重視和支持 我們也希望臺美關係持續前進 成為區域及全球繁榮發展的重要動力 最後祝福各位訪問圓滿順利